今天其實來的時候有點緊張 因為想說究竟有多難 其實看到大家就是這麼開心 然後大家覺得其實心情上比較放鬆 然後但是真的跑起來就覺得果然就是很難跑 對但是因為很少有機會可以跟這麼專業的教練 就是到三圍訓練所以就盡量跟上他們 那不管你沒想太多就是反正教練叫我幹嘛 我們就幹嘛 因為真的很難得這樣的機會 聽到上升的時候 追趕的時候我們加速 前面的三路先讓他們做比較基礎的有氧跑 然後折返的時候 從另外一頭回來的時候做一點法特雷克 就是他帶有速度跟休息時間的類似間接 可是更活化性的 包含技術耐力跑 節奏跑 變速跑 變速加速跑 或者是說在抖鞋鋪的部分做 協調 敏捷 反應 會把在一致性的課程裡面 盡量把運動所有的主要項目 盡量把它涵蓋在裡面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在肌力方面的話 其實是最累 所以中段我們到頂端之後 那個一開始跨步棋的部分 我就覺得就比較累 海拔高處好像跟路線上 最抖的應該也差不多 左操爬升大概兩百四左右 兩百四兩百五左右 對 所以應該就是 難易度那個超 跟那兩段差不多 應該是這個爬升度 他真的不是一個 對我來說不是競賽 而是大家一起去玩一個超屌超酷的事情 我相信就是 跑完最後 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是很難忘很難忘的經驗 以後看到他 就是 就有時候很多痛苦的事情 過了一段時間他就變成一個故事 可以帶他去學的時候 誒當時怎麼樣 巴巴巴巴 對對對